中类繁多的收藏品类 嘉宾各书起见来夺宝 我感觉他专门做一个缺口 感觉有点这个话说天足了 专家有理有据来建宝 造假的人本来就造的不是特别专业 可是那个买的这人呢 哎呦把这当成宝贝了 风趣幽默的主持风格 光看我们节目其实还不够 当然前提是要先看我们节目 巧淘宝妙收藏 一锤定烟精彩马上开始 各位好 欢迎各位来到中央电视台 财经频道一锤定音 我是主持人注意 首先掌上欢迎今天坐镇现场的 三位专家老师 欢迎施俊超先生 欢迎杨静荣先生 欢迎李学伟先生 欢迎三位老师 为大家隆重介绍为本场获胜者 提供奖品的艺术家 今天我们请来的是 上海式非物质文化遗产 漆器制作机一传承人 王诗君大师 欢迎 上海漆器制作发展的顶峰时期 是在民国初期 艺人们用象牙 备母 各种食材 根据画面中人物 花鸟的形态 加工雕刻再组合起来 形成一件完整的漆雕作品 王诗君 上海式非物质文化遗产 漆器制作机一传承人 上海漆艺博物馆创始人 高级工艺美术师 他感受到海派漆艺面临着 精髓记忆难以传承的困境 为此 王诗君尝试 使漆艺融入人们生活艺术的一部分 他制作的漆艺芳湖 湖光山色便是如此 除此建作品之外 王诗君的许多作品 也在业内屡获殊荣 我们请王大师介绍一下 今天的奖品 王大师请 今天我带来一件作品 叫《缘起 镶嵌其画》 它既体现了我们中国其器 历史的渊源 又呈现了当代其 在艺术语言上的探索和回归 看看在场的六位嘉宾 看你们谁有最后的实力 把这幅企划带回家 好 谢谢 谢谢王大师的馈赠 这幅企划作品叫做《缘起》 我相信每一次相遇 也许都是一次缘起 我们来认识一下六位夺宝人 从一号开始 请 大家好 我是黄振元 我的宣言是 茶若醉人何须酒 唯有收藏解千仇 笑看古今多少事 何处不适水云间 说得好 谢谢 好 欢迎一号 老熟人了 他叫朕 你看多厉害 好 来 二号请 大家好 我叫于燕 今晚的夺宝宣言 是努力答题永征第一 名字一听就想到医疗器材 是不是 缺氧着我 对对 顾西记什么的 是吧 来 三号 流水不争先 真的是滔滔不绝 我是三号 国系夺宝人朱立慧 还是我们本家 好 欢迎朱小姐 欢迎 来 四号 大家好 我叫张云龙 我的夺宝宣言是 一物一世界 一锤一定音 分享收藏快乐 分享收藏知识 最近店里边卖的东西 基本上都是从我们这儿拿 来 五号 请 大家好 我叫孙芳玲 来自北京 我的夺宝宣言是 久有凌云志 重来定音地 可赏唐宋风情 可见明清兴地 谈笑凯歌环 这是个词牌 是吧 你看人多讲究 你们就数来宝 你想好词说 来 六号 我叫王许宁 来自北京 我的夺宝宣言是 精美的文物 让我们了解 我国悠久的历史 和灿烂的文化 一锤定音 让我指引了我收藏的目标 和收藏的方向 这次大奖 我志在必得 志在必得 好 来 欢迎六位 欢迎六位 在这里要提醒电视机 现在各位朋友 如果您有兴趣 参加我们现场的录制 现在就有一条快车道 拿出手机 打开微信 扫描屏幕 下方的二维码 添加一锤定音的 官方微信公众号 然后就开始答题 比如说您在上面 这个日积月累的 答对很多的题 至少您可以获得一件奖品 就是由我前面的 CCTV记事本一个 另外就有可能 被邀请到现场 成为我们的夺宝人 参与大奖的争夺 展示自己的收藏见解 好了 那么今天我们用来 计分的古代钱币 是什么呢 现在揭晓 请看 好 今天是永安五珠 每答对一提 生后就便出现五头猪 五珠 第一组两件宝物 马上登场 请看短片 保主认为 这件青花花卉盘 出自清代同志年间的官瑶 直径16厘米 青花缠织 是古代传统文士之一 这件青花盘的青花颜料 蕴散过度自然 造型小巧玲珑 个人报价4万元 保主认为 这件青花松竹梅碗 出自清代咸丰年间的官瑶 口径13厘米 碗口微撇 口颜内外 终至青花双环线 满些汇团圆文 外壁满汇松竹梅文士 咸丰官瑶存实量稀少 此件官瑶虽残 但尤为珍贵 个人报价3万元 清代晚期的两件官瑶瓷器 究竟是哪一件真正见证的一个王朝 逐步走向没落 流传在世人手中至今的呢 第一组的两件宝物 两件瓷器 经本栏目专家 杨敬荣先生鉴定 有一件描述不符合事实 我们来听一听 大家的见解 从一号开始 这个咸丰朝啊 他咸丰帝取了慈禧 怎么感觉美得跟你取了似的 取了慈禧 咸丰这个时候 他道光的儿子 已经走向了没落了 所以咸丰的这个时候的画片啊 画的都很凝弱 他这个画风也基本上符合这种摇摇欲坠之感 而且这个碗 它有一个残缺 可能有点小奔这个比较正常吧 所以你认为蓝色台子上的比较靠谱 是吧 对 好 来听一下二号的看法 我觉得一看这么多签 这签就是挺好的 这个签它能说明什么呢 老啊 得多少人看过 一人贴一签这么多签都看过 多好啊 余先生比较看签 余签余签嘛 是吧 对 王大师这儿 问一下您的意见吧 您觉得哪个对啊 我都也倾向于这个二号 因为我 我管理的这些藏品的东西 我都会去贴签 我觉得这是一个思路 是吧 来 五号 我喜欢这个红台子上这个 比较漂亮 然后花纹也很清晰 签还多 签多不多 那个再说 然后蓝台子上这个就是 我感觉它专门做一个缺口 感觉有点这个画舌天足了 怎么看出来它是专门做的呢 接下来请各位做出 今天第一轮的选择 如果认为青铜质青花 蝉枝花卉盘 描述正确 选一 如果认为青咸丰 青花松竹梅碗 描述正确 请选二 请吧 我们来看六位第一轮的选择 请看 不要着急 等我来宣布 接下来我代表本栏目专家 杨静荣先生宣布 第一组两件瓷器之中 描述正确的 是 是 青 同志青花蝉枝花卉盘 一号 三号 四号 五号 六号 恭喜你们 二号啊 这个 是吧 你作为第一个指出这个盘子是对的的人 最后一刻你第一个叛变了革命 我一直是卧底 我们来听杨静荣老师讲解 这个碗问题在哪儿 杨老师请 我先给大家纠正一个误区啊 以后你们鉴定这个新老的时候 一定不要把这个底下那签做为依据 因为最近啊 大概有最近十年以来 现在这个拿这个做这个签啊 往上转移的现在特别多 所以这个造假的人本来就 造的不是特别专业 可是这个买的这人呢 哎呦把这当成宝贝了 大家伙一定要提高几件 不能以这个签为依据 不能以签为依据 我跟大家聊一个心得啊 也就是上个星期 我在那个某宝上我搜 因为我想买点那个陈的宣纸 我就搜老纸 结果搜老纸蹦出了一堆什么呢 1990年A4纸 1989年档案纸 可以制作各种老档案 欢迎来选购 所以现在 现在这个签确实是 知道吧 都能买着 都能买着 然后这件这个碗 那为什么不对呢 它有这么几条 第一 底款的写法六个字 跟那个大清咸丰粘质 对不上 它就没有照着那个针的那个写 对 这写的有点变形了 就是说它属于一般的仿制 第二就是上面那个口 这种做就的方法不太高明 这个是用这个工具 故意给它敲下来的 所以你看着觉得特别生硬 不像原来国趣族自然磨损 磕碰的那个 它有包镜 所以大家多看看那个老的东西 另外可以到这个 他们那个 石俊超他们那去 去转转看看 就是说的 他们有的这个新访的这个 就是多跟人家这个 谁现在的这个交流交流 学习学习 是的 我要在这里特别提示各位观众朋友 光看我们节目 其实还不够 当然前提是要先看我们节目 看完了之后 杨老师说去哪 您再去哪 对对 多上市场 赚着 所以综合这几点 这就是一个现代生产的 仿这个咸丰的 好 谢谢杨老师 谢谢 我们看一个咸丰的甲碗 了解了两种不同的 这不叫造假吧 就是对这个 如何让你家里的餐具 更加复古的方式 好 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一下 铜制 青花蝉枝花卉盘 现在在市场里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 当然我们要猜想的是 专业机构会给一个 什么样的评估 六号 你先说 就是铜制的官窑 因为存事量稀少 因为它烧的年代 除了它大婚祠 就是平常这些官窑 烧的 因为时间比较短 烧的又少 所以我认为 正常的话 应该在六七万块钱吧 六七万 五号你同意吗 太贵了吧 六七万太贵了 官窑啊 你别拿豆包不当干粮 那也是官 是吧 如果要是我的话 我可能没钱嘛 我给个三万块钱 给三万 好 请各位出价 就我出去买这些东西 我就不想我一定要买什么样的东西 我就想的是我别超过我想花的这些钱 只要比这贵的我就不要 来我们看看六位的出价 请看 六位的出价 出价最高的是一号 六万六千六百元 接下来我们看看本栏目合作的两家专业机构 对青铜制青花蝉汁花卉盘给出的市场估价是 四万八千元最接近的是三号 三号出的是五万五 二号也是五万五 二号和三号各加一分 恭喜你们 恭喜 这样的一个价格 杨静龙老师您评价一下 这价格您觉得合适吗 这个价格就是目前当前市场的成交价格 五万不到就能买一个同质关窑的 同质关窑 而且现在是一个简陋的好戏 是吗 目前就是你玩这个关窑的 你像康康康康康康的那东西贵 玩不起怎么办 你毕竟是关窑 它有只要是关窑 它有传承 生产出的这东西 那确实就不一样 你收藏一个国家队的 作为刚入行的十万一里 这过去大概前几年 这样的东西可能得十几万 所以现在人家谁给开出的 这价钱如果能收到 绝对不亏 非常好 非常好 行吧 那一会儿就给我包起来吧 我被杨老师说动了 说动了 谢谢杨老师 谢谢 我们在收藏过程中 经常会看到器物上面 贴着不干胶标签 这些不干胶看上去 似乎非常影响藏品的美观 但是很多藏友却舍不得接下来 甚至觉得越多越好 近几年 这些标签成为了藏品的身份证 文物店也格外注意保留这些证据 优优独播剧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6号 C 历书 除了历书之外那俩都有 是吧 对 楷书和传书是 其实咸丰的时候楷书多 传书反而少 什么时候用过历书 没见过 我其实就很少见历书作为款制的书写体 那民谣的可能会有 但官那的是没有 民谣爱用什么书 是不是 对对对 好 你选的是C 正确答案是C 恭喜 杨老师有用历书写款制的词器吗 没有 确实没有 到现在为止 就是说明清官邀里边都没有用历书 也没有那草书什么 狂草什么的 民谣还真有 那都不是底款了 那就是想写哪写哪 对 那民谣还真有写那个到现在拿出来 让我们就看 哎呦 你给我解释解释 这字念什么 我说我也不认识 对 很随性 好 来 第二题 请听题 清同志时期的官邀慈禧除了大清同志年制的常见款之外 常有署名为体合殿 大雅斋和天地一家春款 这三种是慈禧太后的专用词款之 其中的体合殿指的是慈禧太后的什么活动场所呢 A 卧室 B 茶室 C 卧室 开始 1号 A 卧室 你怎么知道慈禧的卧室 你去过 去过 卧室 是吧 对 A 正确答案是 你以为光睡觉就舒服吗 得喝茶才舒服 扣一分 那个皇帝啊 做什么东西写那款啊 也得讲究一点文雅的东西 你或者是画室 或者是茶室 对对对 睡觉的地方就是睡觉 卧室使什么瓷器 请问 好 我们来看第一轮结束之后 1号没有分 接下来进入今天第二组两件宝物 请看短片 宝主认为这是一串蜜蜜蜜蜡手串 跟一般的球形圆珠不同 12颗珠子虽形状不完全一致 但基本上都是长形的筒珠 打磨时筒珠比圆珠更能节省材料 从300年前的右发拉底河流玉地区流传之间 饱满的金黄色上留下了每一位拥有过他的人珍藏的痕迹 宝主认为这是一件清淡蜜蜡的斋戒牌 斋戒牌是中国古代行斋戒礼时所制式锦牌 清淡人们将尺寸缩小佩戴在身上 希望能够随时约束自己的德行 这件小巧的斋戒牌使用名贵的蜜蜜 经过能工巧匠的精心制作 成了随身携带的艺术品 珍贵的蜜蜜材质以不同形态 从不同源头流传至今 只有一件年代和材质符合事实 究竟是哪一件您来猜猜看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一锤定音第二组的两件宝物 我们听一下六号的看法 我认为应该是这个斋戒牌是对的 就是这个也是比如像重大的宗教活动的时候 斋戒提醒正好佩戴在脖子上面了 所以我看大小也正好合适 然后这个蜜蜜呢 因为从上面看了有很多 开片 那个施老师也说过嘛 就是这种经过考存在问题比较多 三号怎么看 我也认为是蓝台子的 这个斋戒牌可能是对的 这个因为红台子这个桶珠啊 它这个造型有点 感觉有点现代 这个珠子还有现代不现代 它圆就行了呗是吧 300年前的话 我估计应该不会这么的规整 就车不出这个水平了是吧 来二号你怎么看 前面全都一边倒啊 那我肯定跟他们都不一样 这我也喜欢 这我就为了多说两句话 我得跟他们不一样 太好了 我让你说三十秒 好 那个斋戒牌不对 这个 我刚刚说和田大枣手串 那个 什么和田大枣 米拉手串 对 完了 完了 就完了 说太多他们都知道了 我们来听一号 怎么作为一个负责任的 夺宝人来发言 来 一号 很负责任地讲 这个斋戒牌 一定是错误的 为什么呢 看这个艺术品啊 就得看细节 它有什么细节 包括它边缘的这种 漩涡纹啊 如意纹啊 就是感觉像是十里壳 拿那个电动的工具 刻出来 您还把潘家园绕过去了 这上面写的两个 什么字您认识吗 这个文不太熟悉 正面斋戒 反面写的是一元 当饭票使 斋戒时间到了 拿这个就换一份盒饭 学写了 对 好 来 请各位做出 今天第二轮的选择 如果认为17世纪 蜜蜜捅猪手串描述正确 选一 如果认为清代蜜蜜 斋戒牌正确 选二 各位请 我们来看第二轮 各位的选择 请看 一号你有什么感想 两位女士太单纯了 当然话说回来 现在谁猜对了 还不好说 接下来我代表 本栏目专家 施俊超先生 向大家宣布 这一组两件宝物之中 描述正确的 其实是 十七世纪 秘拉捅猪手串 四位男士 加一分 这件事的迷惑性 到底在哪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实现而起 这个施俊 没问题 这种摘戒牌 也有形质大小 跟这个有差别 主要是弓 刚才一号 已经贬积了半天 这弓了 电动工具弓 是吧 对 这个牌子的整体形质 就是功过于死板 而且小 最主要的问题 就是我们知道 如果说是从清代到现在 一点开片都没有 这个大瓶上很清楚 两位女士可能 特别新 是吧 对 就是这个可能忽记了 在蜜拉这一块 可能知识不足 对 对吧 因为蜜拉是有机宝石 有机宝石 她的整个一生 都在氧化 都在老化 不值得在变内 我今天刚刚拿了个标本 这个呢 这是哪位皇上用的 这个哪个皇上也不是 这个呢 是我十年前买的一串蜜拉 她买的时候的颜色呢 是浅黄色 那么现在来看的话 这串蜜拉呢 是这种鸡肉黄 非常漂亮 对吧 是你盘出来的是吧 不是 你自然放 它就氧化 就搁着它就变成这样 不管你佩戴 不佩戴 就是我们真是 如果说是三五百年的 这种蜜拉 然后我们看就是传世 尤其是玩 那就得是红的 一直在玩的蜜拉 到最后它真是枣红色 那么它为了仿这个颜色 它需要烤 但是我们知道 就是说把握这个蜜拉 烤色的颜色 是可以上得去的 它的这种开片 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没有任何的规律可循 还有一个这种打孔 这一看那种孔道 那就肯定是就是现在的这种心 这一个孔就能证明它的一切 对 然后包括整体的雕工的雕法 然后整个牌子的形质 其实跟摘戒牌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它这有一饭片 馒头切成馒头片 搁烤箱里边烤一烤 它符合卫生法 能吃 换了个模样 但是这种东西你要当老的卖 那就是在骗人 烤色的蜜拉国标是允许的 但是你不能当老的卖 那老的一克多少钱 新的蜜拉一百块钱一克 老的蜜拉一千块钱一克 十倍之差 今天真是学知识了 我们先跟杨老师学习了 两种瓷器变老的 在家里实行的方法 刚才我们又从施先生嘴里知道了 用烤箱在家烤蜜拉 可以让蜜拉看起来旧一点 我们今天这一节什么节目 掌握好火猴 好 谢谢施敬超先生 谢谢 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一下 这件蜜拉统珠手串 在当下的机构眼里 能值多少钱 来 一号先说 两三万块钱 二号呢 不知道柯仲主要 大概应该三十多克吧 三十多克 三十多克 其实一说客中 大家就能知道价格 是吗 那这个有些朋友就很吃亏了 是吧 对 三十克多少钱 两万块钱左右吧 两万块钱左右 三号你现在 你觉得这场上还有谁能信 我觉得施老师能信 施老师刚才说了 那个老蜜拉 一克大概 那个老蜜拉 一克大概是一千块 你记住这句话了是吧 对 记住了 你记住了 所以这应该是三万多 请各位出价 请 好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一轮大家的出价 请看 就算石先生刚才说的那个 是准确的 那也要看各位谁运气好 好 我们来看看 本栏目合作的两家专业机构 对于这一件 17世纪密拉统珠手串 给出的市场估价是 三万八千元 三号好遗憾的 给六号加一分 恭喜你 三十来克是吧 所以就是三十八克 是这意思吧 这个王旭宁太贼了 为什么贼呢 这个一看就是在这商圈里 闯出来的 一看就是混迹于十里河道 爬家园之间的 对 因为刚才一个重要的提示 是两河流域的 为什么这么去定的 这个密拉呢 我们都知道 欧洲的老辣比较多 以桶珠跟枣合珠最贵 饼子便宜 这串密拉呢 它跟欧洲的拉还有区别 孔道打得非常大 我们都知道 现在密拉打个孔 恨不得就说 能穿一根线的 绝不穿两根线 因为它重量是什么呀 所以说两河流域的人 特别大方 就是为了修这个内缘 然后让这个珠子更漂亮 所以说这个珠子 如果说按照欧洲辣来算的话 它再多个五克没问题 所以年份好 这个辣有十 又基本没有什么大的伤 又区别于欧洲的 这种桶珠 跟这种枣型珠的密拉 所以它的这种稀有性 应该一刻 能在一千到一千五之间 所以说这个呢 现在呢 也是它真正的一个市值价 如果在一四年之前 这个珠子 有可能还要再贵 这两年 密拉有点跌下神坛 市场供应有点多了 有点多 有点这个供大于求了 咱有精锥病的人 挂什么宝石都不合适 挂密拉合适 清 我还以为它有什么药效呢 好 谢谢施敬超先生 其实这个珠宝玉器入转呢 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 谁发明的呢 我们老朱家 大明朝开国皇帝 珍珠翡翠白玉堂 好 接下来是抢答题 请听题 密拉的主要成分是松树枝 遇到高温可融化甚至燃烧 那么密拉的融化温度 也就是融点 是多少呢 A 设施150到180度 B 设施250到375度 C 设施375度以上 开始 6号 应该是B 因为施老师讲过 那个在电烤箱里面烤 所以A肯定是刨除了 因为电烤箱的温度 比这个温度肯定要高 密拉它本来就属于有机宝石嘛 375度我估计得烧了 电烤箱的正常的最高温度是多少 220 那是你家呢 正确答案是 正确 就是这个温度 根据不同的这个密拉 它融点还不尽相同 其实这三个选项 就代表了密拉这种东西的 清点 融点和闪点 用工业的角度说 就是这三个 6号 都5分了 好 下一题请听题 密拉是琥珀的一种 不透明状的琥珀味 称之为密拉 那么琥珀的透明度 是由什么原因决定的呢 三个选项 A 琥珀酸的浓度 琥珀是酸的是吧 B 形成的时间长短 C 松树的品种开始 4号 我懵一个吧 这不太懂 这个C吧 还有你不懂的 松树的品种 正确答案是 琥珀酸的冷度 皇宫里的和气 这个琥珀酸是怎么回事 就是好多人误认为 是跟形成的年份有关 就是我们在民间 有一种说法 叫千年琥珀万年蜜辣 这是一句完全莫名其妙的话 没有任何道理的话 琥珀跟蜜辣的形成年份 是一样的 它主要是因为 有琥珀酸的浓度不一样 形成了破跟辣 比较实的话就实 就形成辣了 然后比较透明的 就是咱们说的破 金破 然后经过考色 然后海破又雪破 说到考色的工艺 对呀 它一考就成雪破了 那小伙记下来 就是你们 你们说我们假也就罢了 你们还要把我们吃饭的 这个手艺还交给大家 是吧 这不是 这不是憋着他们走正路吗 还留了一手呢 好 谢谢 谢谢施敬超先生 惠色难懂的甲骨文背后 是哪位底月深厚的文化大将 压住层品究竟是什么 让见多的好物价的他们 也不住地表示赞赏 说它是一个牌子 我觉得都亏得好 这真像一块切下来的板子 特好 就是收藏级的牌子 这种就是标准的叫客万玉石 每年春节兽拿出来 儿孙绕夕给你们看一看 爷爷有这个 你们抢去吧你们 赛场接见尾声 究竟谁能把握渐渐的机会 所有人还有机会啊 各位 一锤定烟 精彩不能错过 稍后继续 接下来到了李学伟老师 为我们讲课的时间 进入今天第三组两件宝物 请看短片 这是一幅董作编书法作品 高79厘米 宽22厘米 保主报价8万元人民币 作者董作编 以甲骨文写下名文 《春小曲》的诗句 生动的中国古文字 凝结了古代创造者的智慧 也凸显出现代学者 搭建文化桥梁的用心 这是一幅风子凯的书法作品 内容选自唐代温平云的 立州南渡 描绘了一幅 山边江面上西洋下的景致 风子凯的漫画小品最为重名 但同时它是一位 多元发展的杂家 但他对书法的看重和自诩 远在漫画之上 两幅作品 作者虽然都不是最擅长书法 但是作者深厚的文化底蕴 厉透纸背 究竟哪一幅才是真迹呢 第三组的两件宝物 我们请李学伟老师 首先介绍一下两位作者的生平 李老师请 这个风子凯先生呢 大家应该了解 又通书法 又通画 这个风子凯呢 还有一个最 大家都知道的 是著名的漫画家 董卓斌先生呢 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他是甲骨文学家 也是古史学家 书法呢 以甲骨文为主 所以两位都是 我们国家名气比较大的大文人 好 谢谢李老师的介绍 来 二号你觉得呢 我觉得风子凯的对 那个甲骨文不对 因为我看不懂 来 三号 我觉得这个甲骨文的 这一幅蓝台子的对 他写的是什么呀 看不懂 看不懂就对了 风子凯先生的就是 看过一些 但是感觉他的落款 还有这个的趣味性 好像不太 您觉得他怎么也得带两笔画 是吧 我们直接看风先生的这个 书法 纯书法可能不多 是吧 对 四号呢 我跟二号意见正好相反 我觉得看不懂 他反而觉得吧 更加深奥 更加有档次 所以我觉得这个 董卓斌先生这个 甲骨文非常好 你还隔一个 好 来 请各位选吧 如果各位认为 风子凯行书中堂是真迹 选一 如果认为 董卓斌 甲骨文 书法 力轴是真迹 请选二 请 王大师您觉得哪个对 我感觉是这边一个 甲骨文是对的 那个不对 好 来 我们来看一看 六位的选择 请看 有四位选的是甲骨文 有二位选的是风子凯 得细看 这个字其实 你细看就看懂了 大龙虾的虾字 是吧 虾 这个字 坐 这是龙虾 看 像不像 是吧 这是龙虾 这也是龙虾 甲骨文太难认了 风子凯先生这个字 就好认得多 我代表本栏目专家 李学伟先生宣布 最后一组两件宝物之中 确真无疑的是 董作斌 甲骨文 书法力轴 一号 三号 四号 六号 各加一分 恭喜你们 接下来我们请李学伟老师 为我们讲解 这件作品呢 整体看 从航器和各自行 都与风子凯相近 造假呢有两种 一种呢 是这个拷贝台 还有灯光打在头影 灯光打在墙上 宣纸写下来的 但这件作品 从从这上看 这是一个写书法 写得非常好的人 是淋下来的 一气呵成的 一气呵成 但是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因为写得太流畅了 这个风子凯的作品 还是有一种 那个违背的感觉 字与字间 没有这么太连贯 气息还是差一些的 对 这应该算一件 比较高仿的 这么一件仿品 而且这个纸啊 我感觉是 刷上去的颜色 只做了 轻轻地做了一下就 当然这个颜色 还挺好看的 你别说 好 谢谢李续文老师 谢谢 接下来是甲骨文了 甲骨文说句实话 我们探讨起来比较费劲 在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 对吧 这样的一件 董作斌先生的 甲骨文书法力柔 在当今市场上会 是一个什么样的 价格体现呢 六号 保主不是报价了吗 八万 我认为八万块钱值 八万可以 对 三号 虽然是精品 但我觉得他的 那个篇幅有点小 就是很小 是吧 三平尺不到 那就九万吧 大气啊 一号呢 收藏甲骨文的人啊 他的这种 必须要有深厚的工地 文学工地和这种 否则你收藏回去干什么呢 是吧 对 看画嘛 所以就导致能读懂他 欣赏他的人就比较少 取高贺寡 对 所以价格会受到一些影响 可能在五万左右 就到五万左右 对 我们请王大师 给大家一个参考 我感觉也是在 不错过五万嘛 不错过五万 这比您刚才那标准高了 刚才说 我刚才不要超过三万 超过三万不买 不好买的 这个不要超过五万的 好 各位爱信不信 这是大师给各位的参考 请出价 我觉得施老师都已经教导我们 我们就听施老师的 没错 我们来看最后一轮 大家的报价 请看 6号是出价最高 出价最低的是一号 接下来我们看看 本栏目合作的 两家拍卖公司 和一家股完成 对于董 作彬 甲骨文书法力轴 给出的市场估价 是 10万元整 6号加一分 什么叫一记绝尘 非子孝 没有非子孝 你看这一记绝尘那样 这个价格 李老师 您觉得 因为我们绝大多数人 对甲骨文没有什么见解 它这个价值是怎么判断出来的 这个价格 其实不是太高 这个董作彬是中国研究甲骨文的四堂之一 那个而且写的甲骨文呢 它有自己独特的一个特点 完全是用笔来描述 这个在这个硅谷上刻的这种感觉 这件作品呢 这个不算太大 但是存识量呢 它的作品存识量特别少 大家可以猜猜这几个字 就是从下属第五行这两个字 这主持人认识不认识 这个就这两呗 鸟呗 鸟旁边是个井 这两个字 一个是燕子的燕 一个是行 行走的行 行 这两个字呢 就是我们古文字当中的象形 象形字 研究这个甲骨文的学者 又能用书法艺术给写出来 你想想这个价格 那书法家正常地有写行书的 也有卖到十几万的 在他那个年代 不研究甲骨文呢 这个谁都不太知道 董作彬这人 他是研究甲骨文里边 书法就是写甲骨文 写得最好的一个 而且是研究这个甲骨文成就 最辉煌的之一 郭文若的书法你拿出来 现在买多少钱 所以大家要综合的 就把他的学术成果 跟他的艺术成果 给综合到一块 然后你就知道 将来经过历史的考验 他在这个经济价值 在这个定位 是有很大的升职空间的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场上的形式 六号呢 我们刚才说了 他都非子孝了 是吧 你现在得分还是扣分 不影响最后的格局了 但是一二三四五号 都有机会 请听抢答题 请 董作彬是一位甲骨文学家 和古史学家 他多次主持发掘了 殷墟遗址 出土大量甲骨文 甲骨文所记载的资料 将中国有文字记载的 可信历史提前到了 哪个朝代呢 A 下朝 B 商朝 C 周朝 D 西汉 开始 四号 我觉得既然是发掘了阴伤 是不是应该更早一点 我觉得应该是A吧 他发掘阴虚 但是你认为他能够证明到下 他往前推进了 应该是下吧 可能是 A 这是你的答案 正确答案是 殷墟嘛 就是商朝 扣掉一份 扣掉一份 实际上到现在为止 我们发现了 跟下朝有关系的文字吗 没有 确实还没有 明确的 现在确实是没有 河南安阳 这个殷墟遗址 而这个下朝 可能是那时候 也不兴这个写字 就比划 是吧 大雨之水兽 还有机会 所有人还有机会 各位 请听题 最后一题 封子凯先生是画家 散文家 美术教育家 音乐教育家 翻译家 等等 他是一位在多方面 桌有成就的文艺大师 他在绘画和音乐方面的造诣 主要是从哪位先生呢 A 朱光潜 B 下面尊 C 李淑彤 开始 1号 抢到就是得分 C 李淑彤 红衣发誓 正确答案是 李淑彤 恭喜你 加一分 其实这个题 写的是 主要是从哪位先生 其实他也从事 下面尊 对 满事件学 是吧 对 你还在研究说 冯志凯先生 烹饪是从谁 文献上没有记载 就看他 平时在谁家 吃饭的时候多 就知道 是吧 所以进入最后一关的三位 排名也出来了 排名第一是六号 排名第二是三号 排名第三是一号 恭喜三位 进入最终环节 玉排是我们中国人 特别喜欢的一种 预见形制 有人甚至用白玉一球 一排难得来形容 对他的喜爱 玉排对玉料的要求 非常苛刻 要求玉料干净细腻 颜色纯正 所以玉排在 把玩类玉器的收藏中 位列前茅 这件玉排长五厘米 宽九厘米 厚度两厘米 总重228克 在玉排中 属于规格较大的一种 一面利用玉料皮色 以巧雕凸显梅花 繁荣绽放的景致 一面赋予明朝文学家 徐霞克诗句 春随香草千年艳 人与梅花一样轻 见梅花 表达自己 至存高远的情怀 和不随俗流的情怀 在记忆上 玉料的无法复制性 加上手工雕刻的记忆价值 这也是喜欢玉器的 曾有热衷追捧的精髓 这块曾获得国家 玉雕天宫奖的玉排 您认为它的市场认可度 价值几何呢 一水景音最终环节来了 进入最终环节的是三位 分别是六号 王旭宁 三号朱立慧 一号黄振元 因为他们在前面排名的不同 所以他们拥有的出价次数不一样 他们将根据自己对宝物价值的判断 进行出价 谁的出价 离我们的标准答案 最近谁就是今天最终的获胜者 将会获得由王世军先生创作的这幅 非常完美的奇幻 特别喜欢 最终的宝物已经上台了 就在这里 是一枚硕大的 和田玉子料牌子 说它是一个牌子 我觉得都亏的 刚才有人说 馒头切成片放在烤箱里的事 这真像一块切下来的馒头 特厚 宝主来了 我们认识一下 有请宝主上场 主持人好 您好 三位平老师好 各位多我人好 现场季节电视馆众好 您先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张明宇 来自新疆乌鲁木齐 是一名和田玉商 你从乌鲁木齐来的 我是疫情之前来的 北京有我亲喵的和田玉店 开玩笑 我从武汉来的 这是您店里的商品 这是我一件藏品 今天带到一锤一定音来 也很开心 和大家一起在这里学习分享 聆听专家的宝贵意见 这话说得多完美 这件作品 它的选材是和田当地 品质非常上乘的子料 它是枣红皮 肉质基本全面过灯了 同时搭配有中国当代玉雕海派的巅峰工艺 又是一个牌子 又够一个手把件的厚度 对 200多克 客重是200几 228克 现在还是不卖是吧 我的这个父辈到我这一代 一辈又一辈人 已经做这个和田玉行业 有20多年 将近30年了 看玉跟看馒头差 我个人认为 就是从家里边的这个影响到现在 就是每一件作品 从选材到搭配他的做工 我们耗费了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 心血 也花了很多心思 这个更多的应该是代表 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信仰和美好向往 所以说 跟钱有什么关系 一种情怀吧 看见谈得来的就送了 好 非常感谢您介绍 那么接下来是他们奋斗的时间了 谢谢您 好 请在下面消息 谢谢 谢谢 200多课 接下来今天最终环节 希望三位能够准确地猜到 专业机构的想法 我宣布出价开始 6号 325万 325万是王旭宁的第一次出价 王旭宁的第一次出价 325万 请听我的提示 相对机构出价 高了 继续出价 3号 260万 260万 260万是朱丽惠的第一次出价 我的提示是 高了 继续出价 爆脾气 这种张灯结彩 梅花漫天 这么美的一块月 不会低的 不会太低的 200万 200万整 200万元整 是黄振元的最终出价 谢谢你今天的参与 再见 黄振元的200万元 和机构出价相比 高了 继续出价 6号 195万 高了 接下来两位还各有一次机会 10秒钟的考虑时间之后 如果两位都不抢 朱丽惠必须用掉最后这次机会 好 朱丽惠 172万 172万 172万是朱丽惠的最终出价 高了 王训宁 你又躺着要赢了 你这会脑子只要别太乱 请王训宁给出最终出价 6号 165万 黄振元是没有任何希望了 朱丽惠和王训宁都有可能 接下来 我们看一看本栏目合作的两家专业机构 对于和田紫料雕玉牌春喜 给出的市场估价是 152万元 算你运气好 6号 你看王大师的不高兴的样子 王大师一直想着 这给3号算了 实际上 其实这种牌子来讲的话 这个就是收藏级的牌子 228克的一个牌子 而且像这种 白度 细度非常好 能过手电 皮子又好 枣红皮 这种就是标准的叫客腕玉石 这就根本就不是商品的东西了 对 那么机构今天为什么给了这个价格呢 我们还是要分析一下这个原因 对 我觉得 就是他从他的这个材料 雕工 他给了一个市场的一个起牌价 材料价值 工艺价值 基本在白玉里边是对半的 但是这个呢 肯定材料价值要高过于工艺价值 我觉得应该是远远高于工艺价值 远远高于工艺价值 这个材料非常好 而且硕大 真的是非常少见 敢动手雕他 这位这个心也得大 是不是 对 不管是给150也好200也好 这都是正常范围值的 他的这个寓意也比较好 大红灯笼高高挂 每年春节时候拿出来 儿孙绍兮给你们看一看 爷爷有这个 你们抢去吧你们 这个还真是的 这是能传世的一件作品 绝对能传世 今天我们三位这个夺宝人也都很厉害 他们都想了就不可能会有这么低 对 也跟市场的现在的行情的低迷 有一定的关系 也跟我没有跟你们解释 今天我们两家合作机构是谁 有关系 其中有一家是当铺 这个是收货价 对 收货价 像这种东西 未来的变现一定是货对主 还有一个要通过拍卖 一个竞价阶梯的拍卖 然后它有可能会走得更高 没错 好 杨老师您 因为咱们老上了一个预期的节目 我对别的预期劲 上来有时候我就一眼一看 就觉得没意思 今天这件呢 我可以负责任地讲 就它的预制 跟我们故宫里边 传世的那个可以相比美 好 接下来是今天的发奖仪式 我们有请黄许宁上台 王世军大师亲自颁奖 王世军大师创作的七话缘起 这就算就缘起给你了 来 好 再次感谢王大师的馈赠 谢谢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今天 做任指导的三位专家老师 辛苦了 谢谢三位老师 今天三位老师 教过我们的干货非常多 请各位回家复习 谢谢所有多宝人的参与 没有得奖没有关系 下次再来 感谢各位的收看 这里是一锤定音 我是朱毅 下周见